后面结尾的时候呢 它是慢慢的diminish 就是慢慢的fade out 比如说Do La La 7掉好了 Do Do I'm gonna miss you by the way That is all to stay I'm gonna miss you miles away That is all to stay 也就是Do La 那时候一直反过 结尾 结尾的时候啊 结尾注意看看 用结尾的时候 通常结尾的时候比如说C和弦 一般就跑C和弦嘛 这最常用的 那结尾的时候我曾经讲过 有好几种 就是你C和弦 吸掉C和弦结尾是很正常的 就大部分人就90%都用这样 甚至于80% 然后你程度越来越好 你还有几个取代 有两种 先从那个 普通的这样C和弦 然后C和弦结尾 还有一个带用 谁能够讲得出来 G和弦 一个是G嘛 G和弦 G和弦单用 听起来有点像Maj7 大家注意看一下G和弦 就是 就是有点像 听起来它是组合音就是Dol Maj7 停在C的上面 C和弦 不是G和弦 G和弦呢它就有点像Maj7 这样感觉 那是已经算是比较高级一点 那一个更高级的话 还可不可以讲得出来 更高级 C的D点 C的D点 就是D点 就是C的D点 等于说用D和弦结尾 用琴在哪 它琴在一个声发的上面 用D啊 D和弦啊 琴在这个声发的上面 那是最高干的弹法 很好听啊 那 这左手 左手 左手还是爬和弦嘛 就是传统的爬法 不是 Dol Sol Do 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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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 Do 你看啊 通常爬音的时候 我演这个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就是本来是 Dol Mi Sol Do Mi Sol Do 对不对 咱们说爬上去的时候 这个Mi啊 第一个音的话 Mi不要弹 直接跳楼收回 这是已经牵绕到 Fi音的原理 以后再讲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音不弹 直接收过来 Dol Sol Do 对不对 上去之后就全部 Mi Sol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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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去 这样的 好 到了这边的时候呢 比如说正常的话是 就是 Re Mi Sol Do 一般正常的就是 加个六度九度这样上去 OK 这是很平常的 或者是说 这是 这是 M Sol Do 等于说 C和弦 一般人就这样弹 就是 有没有 就这样 这个是 大部分人这样子 停在这个 M Sol Do 或者S Sol Do Mi 都可以 可是这个是 这个是很平常 西中平常的事情 那我意思说 你如果用Ledian的话 就 上 C上去 那就是很高级的 就是 你用 你用这个 C的Ledian C的Ledian 等于说是 代用 就是用D和弦来代用 这个已经牵涉到 比较后面高阶的东西了 上去就 吊斯音 吊斯音阶有讲过 那这个东西的话 对你们初学者 你们根本不需要 你听听看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边弄了半天 你也不懂 也不会用 那这个是讲给谁听的 这个是讲给那个 像那个 那个Ledian同学 那个 或者是以前的上文 或者是说 这个 这个班长他也是 他也是 他也喜欢研究这个 是给他听的 那至于说 新同学你根本 你根本不要管这些东西 就好比说 天才就看了这个 真和弦 他就 他就一直在那边拍照 拍了半天 我说你不要拍这个 你回家不要管这些了 你就是回家 你看 一 你就是一直练这个 我看我们等一下